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彪和叶群也来到了北戴河 于是1971年下小小的北戴河 一下子云集了共和国四位元帅 因为主要是辽养 这些三人因为文革受到冲击 诸葛 陈毅和聂荣真工作不多 经常一起在海边的太阳散聚在一起 谈天说地 笑声朗朗 在此七点 9月2日是农历7月13 恰是陈毅元帅七十岁生日 人生七十古来兮 当日陈毅准备请聂荣真和朱德一起来聚餐 但是管理员有些迟疑 怕被人数成大百年席 影响不好 陈毅说 除老总主的运 就算了 聂帅跟我们挨着 总要请吧 随之他话音未露 聂荣真却进门 主动前来祝贺他 聂荣真见得陈毅 爽朗地说 不用请 我自己上门来了 范碧 陈毅 聂荣真两位老帅特意换上军装 坐在门外的藤条以上 还照了一张相 在席间 他们才从工作人员口中偶尔得知 林彪也到了北戴河 尽管三人以后不时照样的海滩距一距 却没有看后林彪 也与他没有交友 随之就在陈毅生日十天后 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九月十二日晚上 林彪叛逃 而其他三位元帅 其中朱德和陈毅是林彪的老上级 聂荣真是林彪战争年代的老搭档一个司令 一个政委 为什么没对林彪采取措施呢 后来不少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 他们只知道林彪到了北戴河 与林彪没有交代 也对北戴河当晚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 历史没有假设 但是 笔者还是要假设一下 假如当晚朱德和陈毅 聂荣真知道林彪要叛逃 他们会如何做 会不会提枪去阻拦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九一三事件后 朱德 陈毅和聂荣真 才接到中央立即赶回北京的通知 但是此时他们仍然不知道林彪叛逃的事情 八天之后 聂荣真从三座门军委开会回来 工作人员发现他特别高兴 他一进门 就招呼工作人员 把墙上挂的林彪像摘下来 大家有些奇怪 直到九一三事件传达到全体干部后 才恍然大悟 随后 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 陈毅 徐向前 邓颖超 蔡场 王震 聂荣真等十几位老同志参加 会议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和聂荣真 在会上多次发言 挤发了林彪历史上反 对毛泽东的事实 系统的揭发林彪在历史上的种种问题 抛析了他的丑恶本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